我被欺到腦中風 然後家裡面經濟都發生困難 幾乎都沒有辦法過年 公司千辛不發 農曆年好難過 差點被逼上絕路 最後腦中風 擔任保全公司經理的陳先生 控訴公司惡意倒閉 全份的工作獎金都沒有進到戶頭來 他們是說他們現在公司要結束營業 可是通常這種都是左手換右手 陳先生控訴公司為了省錢壓低薪資 有員工每個月工作310個小時 月薪只有2萬6 換算時薪只有83元 比法定薪資還低 根本是間血汗公司 今年1月一名羅興員工吃貨 才發現勞保申請不到 已經被公司退保 一查才發現多數員工勞保都有問題 有的高薪低暴 甚至有人離職了才加保 39名員工連署抗議 欠薪超過300萬 結果部分員工竟然被無端開除 找上勞保局兩次協調破局 最後只能告上法院自救 過程中還遭到黑道恐嚇 一進到南山保全公司 然後就發現我哥哥被壓了 然後當時的人員跟我們講說 不給這些委託書跟資料 就出不了的公司 然後我們就報警了 我沒有記憲新資 我曉得什麼叫記憲新資 找記憲新資員工早就告我了 不是嗎 我是開除他 我沒有開除他 他自己解釋的 這個我們都有論證 勞工局調查發現 這間保全公司涉嫌違反 五項勞基法規定 如果事實確定 最高可開罰150萬 只是雙方各說各話 恐怕避免不了上法院解決爭議 記者孫培俊 周光仔 新北視報導